詞・編曲 李宗盛 孫明 詞・編曲 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在這一次的觀光的人潮當中 我比較遺憾的就是 我們並沒有規劃一條觀光的路線 是到原住民的部落裡頭 所以在所謂的農特產品 还有实质上经济的开发上面 原住民是被摒弃在这次所谓的观光人潮的开放当中 教育的问题是我一直很关心的 原住民长期以来 台湾原住民长期以来因为经济环境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家庭面是非常贫穷的 那么因为的贫穷而造成教育出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部分梁会长也很清楚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孩子 其实也在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念书 那么也有一些非常优惠的措施 可是自己在我们的岛内 我们的孩子们看到忠措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很期盼 既然两岸之间的企业体 已经开始要开放这个经济商业的来往 我们很期盼就是有一些企业家 也可以组成一个所谓的教育的希望工程 不仅仅对于这个台湾岛内 我们这个失学的孩子多一点点的照顾跟支持 那么我们也同样的也希望 就像这一次温川大地震 我们也知道羌族的孩子也有非常多 也失学了 所以我以我自己个人的力量 也任养了20个羌族的孩子 所以我希望未来两岸在少数民族 还有原住民族的交流上面 不仅仅只是歌舞文化的交流 实质上我们希望在教育的希望工程里面 也能够做一些两岸之间的互动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谈到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农特产品还有工艺品的交流 那么我们大概有90%是物农的台湾原住民族 然后有非常多的工艺产品 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精致 但是在台湾岛内缺乏了一些通路 以至于有非常多的这些工艺品是摆在家里的 然后以至于有非常多的这个原住民的妇女 也没有办法实质上得到这个所谓的工艺品的流通 所以我们都很期盼在今天这个海峡论坛里面 所谓的两岸之间民间最大的一个大团圆大交流 原住民的声音是不要被埋没的 现在台湾原住民族群有14族 每个族群都有不一样的文化的呈现 包含刚刚像根治佑理事长讲的 吃的艺术 穿的艺术 甚至文化展业 甚至我们的社会阶级 我们的像我们部落的会所制度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台湾原住民族群 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台湾原住民族群能够借由这样的文化的一个呈现 能够让大陆的同胞能够正确的了解到 就像高级委员常讲的 你是泰亚族 根治佑理事长你是赛夏族 我是北南族 我们绝对不是高山族 我们绝对不是高山族 那也希望是说就这样的一个重视每个族群 它生存的一个价值 每个族群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相信两岸少数民族的事业发展 才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相信两岸少数民族群能够借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